这个男孩叫小帅 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赌徒 赌场上十拿九稳 从未输过 然而他也是个再孝顺 极具天赋的小帅认为 他可以靠赌博改变命运 老师在课堂上激情四射地讲课 而在小帅眼中 这些数学题都是排数的演算方法 他听得津津有味 这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在赌场里称霸一方 演了前后的小帅正准备离开时 一个妩媚又神秘的陌生女人叫住了他 女人一袭长裙性感无比 这对青春期的小帅来说毫无抵抗力 随后女人约小帅共进晚餐 小帅答应了 吃饭时 小帅向他炫耀自己赢了一大笔钱 以为这样会引起女人的欣赏 没想到女人却说 自己今天输了一亿韩元 相当于六十万人民币 小帅惊呆了 比起自己平时赢的那点小钱 一亿韩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就在他想进一步了解女孩时 一辆车在门口停下 女人惊恐万分 小帅正想去追 但女人却被一个中年大叔推上了车 那天晚上过后 小帅开始每天做梦 而且梦里总是梦见他 他开始天天去这个赌场 只为了能再见到那个女人 这天 他刚骑着自行车准备离开赌场 却一面撞上了一辆豪车 一抬头 发现上次那个女人就在车里 这时车主走了下来 小帅发现 这个男人就是那晚带走女孩的中年大叔 大叔嘲讽他 一个穷帅的臭小子 根本赔不起豪车的损失 说完就带女孩走进了赌场 不甘心的小帅站起身 一脚踢开了赌场的门 感觉受到侮辱的他 决心要在女人面前证明自己 他提着破烂的车轮找到大叔 向他发起挑战 这是一场一对一的赌局 血迹方干了小帅 对着冷静沉着的大叔 发牌的女人是大叔的情人 也是小帅心心念念的女人 此时的小帅这才知道 女人的名字叫小美 两人约定 如果赢了就可以拥有小美 如果输了 她就由大叔处置 小帅特别自信 因为她在赌场上从未输过 一开始她充分发挥自己的算牌技能 自认为门超胜券 压上了全部筹码 然而事实却让她大惊失色 这一局她输了 第一把就输掉了所有的筹码 然而小帅并不甘心 继续借钱来赌 小美暗示她 想让她就此收手 但独隐上头的小帅根本不听 她越是输 就愿意为下一把会赢 最终小帅输得一败涂底 她欠下了一亿元的巨款 大叔让手下 把小帅拉到天台上爆打 小帅被打得奄奄一息 满身是血 但对方毫无人性可言 就在他们准备剁掉小帅的一根手指时 一个长发飘飘的诡异男子出现了 他叫独眼 也就是传说中的老签 在独播的圈子里 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号 独眼承诺说会把小帅还钱 就这样神奇般地救下了小帅 被救下的小帅一脸疑惑 他和独眼非亲非故 对方为什么救他 而独眼却说 他认识小帅的父亲 他的父亲才是一名真正的老签 名叫老鬼 而独眼自称欠老鬼一份人情 这次救下小帅 也只是为了还清人情而已 但小帅并不相信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只是一个抛弃弃子的混蛋 因为赌博抛弃家庭 最后也惨死在街头 但当独眼说出他父亲的所有特征之后 小帅相信了 独眼还告诉小帅 他之所以会输 是因为中了别人的局 听完他的话 小帅惊呆了 他拎着棒球棍准备返回赌场 但他一进门才发现 遭遇人去楼空 他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连同那个女人在内 都是这局里的一环 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也第一次明白 赌场上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吴国 而是决定学习亲属 他要把他失去的全部赢回来 他要成为赌场上的常胜将军 小帅恳求独眼收他为徒 独眼爽快答应 因为这才是他救下小帅的真正目的 在师父的帮助下 小帅的赌迹突飞猛进 已经逐渐展现出了他父亲当年的风采 而小帅也渴望没有一次机会 来证明自己现在的实力 小帅心想事成 很快独眼就盯上了一个爆发户 爆发户贪财好色 且自责心极强 独眼计划着做一场局 从爆发户的手中 骗取50亿韩元 相当于人民币3000多万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局 他分别请来了 善于靠美色迷惑对方 然后趁机偷偷换牌的妖老姐 还有长年替人做局 久经赌场的茶馆老板全出 以及排技出众 可以随意换牌的花花攻击 狗蛋 要饶姐和狗蛋 伪装成新婚夫妻 假印要购买爆发户手中的一块地皮 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有意把爆发户往牌桌上引 为了保险起见 爆发户请了一名赌徒做帮手 赌徒自然不是狗蛋两人的对手 三局下来 爆发户轻松输掉一亿韩元 独眼算定了爆发户 不会善罢甘休 他伪装成中间人 顺势把小帅和拳术 介绍给了爆发户 接下来的赌局中 他们四人配合演戏 故意让爆发户赢了一大笔钱 此时的爆发户 洋洋得意 意气风发 已经完全沉浸在 赢钱的喜悦当中 独眼知道 爆发户已经彻底上钩了 此时 妖娃姐和狗蛋 趁机再提出 五十亿韩元的赌局 爆发户果然没有犹豫 一口答应下来 赌局当天 他们故技重施 先让爆发户赢钱 借此放松他的警惕 然后再偷偷换牌 让爆发户 自以为可以稳操胜券 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一把 双方都压上了全部赌注 然而这一次 爆发户输得精光 可就在几人以为 可以就此说往时 心不甘情不愿的爆发户 突然找来一个女人送钱 而这个女人 正是当初的骗子小美 虽然时隔多年 小美早已换了装扮 但小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爆发户告诉小帅 小美的丈夫死后 她四处变卖资产 好不容易筹集一些钱 准备和爆发户一起开发地皮 而爆发户却强行 把她的钱借了过来 企图再赌一把 只要把输到的钱赢回来 就把小美的钱还给她 听完爆发户的讲述 小帅慌了 她以为自己恨透了小美 但见到她的那一刻 小帅知道自己还是忘不了她 约小美见面后 小帅毫无保留地 把真相告诉了她 却小美赶紧撤资 小美被感动了 为了表示感激 她一把亲吻了小帅 激情一夜后 小美当意小帅 要和她从头开始 然而小帅并没有等到小美 等来的只是爆发户 和一帮打手 原来她再一次被小美出卖了 小帅被爆发户的手下 打个半死 鼻青脸肿的她 从小美眼前被拖上了汽车 狗蛋和妖娃姐 也遭到了围攻 为了救妖娃姐 狗蛋甘愿电后 最后被对方残忍地 废掉了一条腿 而另一边 小帅被独眼救了下来 独眼给了小帅一把刀 对于喷土 赌场的规矩 就是切断一只手臂 就在小帅准备自己动手时 独眼却告诉她 小帅的父亲 是被一个名叫魔鬼的人杀掉的 而出卖她父亲的人 正是独眼 多年来 独眼也一直活在悔恨当中 这也是她为什么会救小帅的真正原因 独眼告诉小帅 想要复仇 现在就可以动手 然而小帅犹豫了 上死父亲的人是独眼 而自己却欠独眼一条人命 他们扯平了 从此再无恩怨 小帅带着满身伤痕 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 不久后 小帅已经臭底颓废 每天躲在赌场里 浑浑噩噩地做一名毒徒 这一天 狗蛋出现了 但她并不是来报仇的 她告诉小帅 独眼死了 原来 为了救狗蛋 独眼又和魔鬼赌了一次 然而她始终赢不了魔鬼 最终惨死在魔鬼手中 魔鬼还偷人带话 要想一回当年 输掉的钱和女人 就自己去找她 小帅这才知道 原来当初和小美在一起的 那个大叔就是魔鬼 新仇家旧恨 让小帅不得不振作起来 她要找魔鬼报仇 哪怕她明知这个对手 强大到可怕 小帅找到已经卖掉茶馆 准备回归正途的全书 想知道魔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可全书告诉她 赌徒永远只会后悔 想起之前的局 惦记自己输掉的钱 然后相互背叛 终其一生都会在悔恨中度过 她希望小帅放弃复仇的念头 从此金盆洗手回到正轨 然而 小帅并不会善罢甘休 她找到魔鬼 要和她再赌一局 而赌注就是各自的命 双方各凭运气 爆发互作中间人 输掉的人就会被扔进海里位于 赌局在爆发户的场地里进行 排桌上 双方各显神通 你来我往各有输的 最后一局 双方照例全压 然而这一次 小帅成功获胜 此时的魔鬼才如梦初心 发现爆发户和小美 早已被小帅买通 原来在赌局开始的前一天晚上 小美找到小帅 想要故技重施 再次设计陷害小帅 她谎称要和小帅做局 陷害魔鬼和爆发户 没想到小帅早有准备 小美的轨迹被躲在一旁的爆发户 听得一清二楚 在爆发户的威胁下 小美不得不加入小帅的队伍 负责中途帮小帅偷牌 而小帅则承诺 所有迎来的钱 分爆发户一半 一共40亿韩元 就这样 一切都在按小帅的计划在进行 魔鬼最终落入圈套 爆发户一声令下 将魔鬼丢进了冰冷的海水里位于 然而 事情并没有结束 那到前的爆发户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小帅 她原本打算 把车开的荒郊眼领再做掉小帅 没想到小帅早有预料 提前买通了爆发户的司机 在金钱的诱惑下 司机举起刀 捅向了爆发户 最后 司机拿走了爆发户的40亿韩元 而小帅则把自己赢来的钱 分别送给了狗蛋和全书 他也听从了全书的建议 重新回归了生活 在他的努力之下 最终考取了公务员 和母亲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 这是一部直记人心的电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观看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湘南 咱们下期再见